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老梁看电影 我是老梁 到现在为止啊 我们说目前这段贺岁党电影期 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了 那么在贺岁党期间呢 可以说每部电影都对票房非常看重 有的时候票房呢 也是衡量一个电影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 每年到这个时候 往往网络上这种口水战的 打的都非常激烈 那么也弄得我们普通的 想去看到电影院看电影的观众啊 无所适从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呢 其实啊我有一个比喻 就是这个观众到电影院里看电影啊 跟谈恋爱那个相亲非常像 就观众呢就好比是女的 这个电影呢就好比是那男的 那么电影跟观众的第一次见面 就是我们现实当中的相亲 那么这相亲过程当中 就看我们的观众 就作为女人这一方 怎么挑男人 相亲这对象你能不能看中 我们可以把电影呢 分作两类男人 相亲当中两类男人 一类是李克兰 一类是文克兰 有一类电影就是李克兰电影 就是把电影元素做得很扎实 但是商业化这块呢还不够 第二类我们说文克兰电影 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来什么 一定要把目标受众给抓住 咱们分别展开分析 看一看今年《贺岁兰》里边 哪些是李克兰电影 哪些是文克兰电影 我们说李克兰电影 这个典型作品是什么呢 是去年上映的一个勺子 他没有砸你家玻璃啊 我咋知道呢 这勺子 没有放过火吗 勺子 你死 妈 你惹大错了你知道吗 这勺子不敢跟我 你就是一个勺子 一个勺子咱们有很多朋友了解 那是陈建斌 蒋亲琴 两口子拍的电影 这个一个勺子呢 在台湾金马奖那边获奖了 陈建斌呢 第一次当导演 还获得了这个导演的新人奖 就是这个电影 之所以能获得金马奖评委青睐 因为这个电影 做的本身很扎实 他说的什么事呢 这个勺子在西北方言里 就傻子 一个勺子就一个傻子 他的故事呢 是呢 陈建斌演这个农民呢 牧民在这个街上呢 看到了一个傻子 这个傻子就一直跟他回家了 他本来不想留这傻子 可又怕这傻子呢 半夜冰天雪地才冻死呢 就把他留到羊圈了 结果这傻子就天天长到他家了 你不管给他送多远 他都能跟回来 对了我干啥呢 跟我干啥呢 我干啥呢 所以这陈建斌演这个老十八交的农牧民呢 跟自己老婆一商量呢 说那就得这么留着他 说白了这两口都好心 后来突然来了一伙人 说这傻子就是他们亲戚 说感谢你照顾这傻子 把这傻子交给他们了 然后给陈建斌一部分钱 陈建斌以为我还做了好事呢 你看还得点钱挺好 结果接下来隔不长时间 第二拨人来找他来 说你干啥帮我们亲戚的傻子 给别人了 你收人钱了 你赶紧给我找回来 你惹大货了知道吗 这是我兄弟 没办法陈建斌又把这钱给了第二拨人 接着第三拨人又来了 说那傻子是我们家 你干啥给那个 整个人带你家人帮 其实我们也知道 这涉及到一个人口拐卖和诈品 所以把这个剧里边 这个陈建斌的弄的 你说到底 人家是傻子还是我是傻子 我最后上这个当 然后他把自己呢 扮成这傻子到街上 想把那个原来的傻子找回来 找着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这篇呢 反映了当下的一些社会问题 也反映了人的价值观流取的问题